剛剛過去的週末長假期 香港多方面 不但是動起來、活起來 更加是明顯熱起來的 政府上星期啟動了 開心香港活動 一連串的活動在星期六 展開進幕 我們看到剛剛過去的長週末 見到很多香港市民 露出開心的笑臉 星期六舉行的全港戲院日 看戲只需要三十元 很多場戲都是全院滿座的 今次的活動 共是吸引了二十二萬二千人次的入場紀錄 是平常的三倍 也是創下在四月單日最高入場人次的紀錄 美食市集 今天週末一連兩日 在灣仔會展舉行 有四萬四千人次的市民入場 場面是爆滿的 開心香港未來一連串的活動 會再接再例 例如這個週末 美食市集將是移師去沙田舉行 之後美食市集 會再在觀塘的海濱舉行 另外 漁護處也都將舉行四場 本地漁龍美食嘉年華 開心香港為市民帶來歡笑 我很開心看到他們的笑容 也都很開心看到經濟和消費都大旺起來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